斯里兰卡政局变天 反对党总统候选人 前卫生部长西里塞纳 以51.28%的得票率 当选斯里兰卡新一任总统 掌政长达10年的拉贾·帕克萨总统 已经承认败选 并且承诺将确保政权平稳过渡 大选结果出炉后 当局加强了西里塞纳住家的保安 63岁的西里塞纳 已经在首都广场宣誓就职